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在上海就是刚开始在家的时候物资也很不充足嘛 而且我个人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感受 去年我在节目里我不是讲了一个蔬菜盲盒的段子吗 对 遭报应了 因为当时我贼嚣张 我在台上我说蔬菜这种东西是不可能卖盲盒的 我哪能想到是吧 预言家乱跳是不可能有好下场的 当时确实很困难 很困难 就是连什么很多东西都很难买 鸡蛋都不太好买 我还发了一个微博去抱怨 好在我这些朋友是吧 人都很好是吧 有七八个朋友各种途径 给我送来了两百多个鸡蛋 七八个朋友啊 一个送西红柿的都没有啊 这群特口球演员的智力真的是 到后来我家都用鸡蛋饼卷着荷包蛋 蘸鸡蛋酱吃 后来我都崩溃了 我看着那些鸡蛋我都想是吧 我要是会复旦就好了 我都恨自己 我当初为什么要上交代呢 而不是复旦 你居然介绍谁啊 我跟王建国一起演慢才是有后遗症的 而且我当时是跟我老婆两个人在家 我开始对婚姻也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你知道之前总听人抱怨 说婚姻里如果只剩下柴米油盐酱醋茶 会特别的枯燥特别的乏味 那两个月我一想那也太幸运了 就那两个月这七样东西 我家就没有凑齐过 但凡有三个我都吃上茶叶蛋了 而且当时有两个月时间一直都没办法理发嘛 我头发特别长 已经长到这儿了 我每天就在那甩 我每天起来像有一个异形抱在我脸上一样 我这段时间都理解刘欢 为什么是那样唱歌的了 而且你懒得收拾嘛 我的时候就甚至想 要不今天就单独洗个刘海吧 直到有一天啊 我开始发现事情有一点点不对劲了 当时我跟我老婆正准备睡觉的时候 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 你压我头发了 结婚七八年了 住成姐妹了 后来 后来我老婆就开始帮我那个扎辫子嘛 刚开始就是扎一个那个小啾啾在头上 后来随着头发越来越长呢 我能接受的底线也越来越低 到最后啊 怎么说呢 双马尾造型的我呀 可爱程度直逼王心灵 就是 就这个造型虽然很诡异啊 但我发现 它对夫妻感情其实很有帮助 就是不管你两个人怎么吵架 怎么冷战是吧 只要我抒起我的双马尾 对着我老婆 爱你 她再不想搭理我是吧 至少也会跟我说一句 恶心 其实我还挺庆幸是两个人在家的 你知道 因为可以互相照顾嘛 我刚开始还想 就比如说像我老婆生理期 大姨妈这几天 我就多做一点家务 想得挺好 后来发现 根本做不到 也不是我的问题 女生朋友们都知道对吧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 生理周期是会同步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那几天也很烦躁啊 不是很想碰凉水啊 要是能买得到红糖我也想喝一点 说了这么多都是苦中作乐 好在都已经过去了 希望我讲的这些 大家也都永远不用再经历一次 希望这个世界上也再没有蔬菜盲盒 谢谢大家 掌声欢迎肉食动物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晃晃 我们是肉食动物 晃晃 已经半决赛了 有什么特别想挑战的角色吗 我其实现在想挑战的角色挺多的 比如说 超人啊 绿巨人啊 白雪公主啊 美国队长 白雪公主吗 对啊 要挑战白雪公主吗 我能演白雪公主啊 白雪公主 大战哥斯拉 不要加与我无关的角色好吧 哥斯拉 我要演的是白雪公主好吧 被嫌弃的白雪公主的一生 能不能演个圆白好吧 很久很久以前 白雪公主出生了 啊 啊 啊 她刚出生时 有足足三百斤 太胖了呀 比我妈都胖了吧 她一天天地长大 成为了王国上下第一的勇士 美女吧 于是同时再晃 皇后请宫 摩镜 摩镜 哎 我在 C.R.A.啊 你要问她问题啊 谁是本次大会的冠军呢 皇后也看脱口秀啊 摩镜 摩镜 谁是最美的女人 啊 白雪公主吗 又买到假货了呀 咔嚓 没必要吧 皇后因为嫉妒公主的食谅 美貌 把她骗去森林里采野花 公主采了菊花 蓝花 太阳花 还顺便拔了颗垂扬柳 这是鲁之身吗 就在此时 皇后派出的杀手出现了 卡啪 你就是白雪公主的保镖吗 我就是白雪公主本人啊 我为你准备个那口棺材啊 不要杀我 埋小了吗 不要介意我的身材了好吧 卡啪瘦死吧 不要杀我 吃了我的减肥药肯定会瘦的 瘦到死嘛 不要加这些没用的东西好吧 卡啪 准备瘦死了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耶 猎人 猎人因为公主令人发指的可爱而饶过了她 没必要诈这个词啊 逃过一劫的公主遇到了小白兔 哦 她开心地说道 哦 好可爱啊 一半红烧 一半包汤 太残忍了吧 小白兔换了换耳朵 跳进了丛林 公主紧随起后 她躲过了第一棵树 躲过了第二棵树 撞倒了第三棵树 太凶猛了吧 白兔换耳朵的身材 她继续奔跑 她跨过了小溪 跨过了树桩 跨过了高考分数线 白兔换耳朵也参加高考吧 她继续奔跑 她跳过了小溪 跳过了树桩 跳过了广告 哪儿来的广告啊 懒人唱听APP 内容多 资源权 啥都能听就是开心 还真有广告啊 白兔换耳朵 忽略来到了小木屋前 她长舒了一口气 吹倒了小木屋 这是三只小猪的剧情吧 正常剧情来啊 公主敲下了房门 靠靠靠靠 枝嘎你谁啊 你好我是白水公主 我是小矮人啊 小矮人太高了吧 你矮一点好不好 靠靠靠 枝嘎没有人啊 有人了 见一面吧太累了 你好 我是一个七胞胎 不要说言一言乐的台词 公主和小矮人终于相遇了 他们开心地生活在一起 这一天 皇后要扮作女巫 来毒害白雪公主 呃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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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你好 你这是白雪公主吗 是 我这里有一个西瓜 没必要加大毒药的剂量吧 屏幕就好了呀 我这里有一车苹果呀 一个就够了呀 我这里有一个苹果呀 哦 这个苹果不会有毒吧 当然不会 咔嚓 哎 皇后太傻了吧 你给我就好了呀 我这里有一个苹果呀 哦 咔嚓 哦 白雪公主吃了毒苹果之后 陷入沉睡 她的呼声吸引来了王子 这也太香了吧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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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 你就是白雪公主嘛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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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咫 你回来呀 至少带我走吧 你就是白雪公主嘛 地地地 喂 搬家公司吗 我这里有个大伙 抽块几个人出来好不好 叫什么搬家公司 救我就好了 救我 公主啊 快醒醒吧 快快 快 你的假牙 我土的是苹果呀 苹果吗 哦 王子 是你救了我吗 angle 对啊 那我要嫁给你 你要娶我 在那个遥远的下午 王子娶了公主之后 死了 怎么就死了呀 的心都有 你太不讲道理了 不要在这个时候翻页 你这讲的什么故事啊 被嫌弃的白雪公主的一生 够了吧 好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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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白雪公主的精彩表演 3 2 冠军 冠军 太棒了 购票 哇塞 我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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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哎呦 哎呦 因为他们这个前提是很难进入的 因为在前一分钟我都在想 这也太胡来了 为什么晃晃就非要演一个白雪公主 对 结果听完一分钟以后 你已经顾不上她合理不合理了 就听进去了 太不合理了 再也听进去了 你就真的感觉旁边有个白雪公主了 对啊 对啊 厉害 厉害 我是觉得他们这个创作太厉害了 他一旦进入了这个通道 他可以把所有的格林通话 全部都讲一遍 对 可以变成一个系列 挺好 就有点累 对 哈哈哈 哎 大家好 我是同沫男 谢谢大家 啊 第一期我讲了我在北京体育大学里 学英语的故事 我们学校的校训是追求卓越 现在我内心就四个大字 安全第一 其实我北体毕业后啊 由于实在找不到工作 我又去美国苦苦留学了两年 专业还是英语 严格来说叫做英语教育 我们专业很神奇啊 我们专业是唯一的一个 你都不需要毕业呀 大家就笃定 你不可能在美国找到工作的一个专业 因为我们专业要在美国 我用英文教美国人说英语 我都没有来得及去留学 我办签证的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完蛋了 排在我前面的 都是学编程的 学金融的 他们都要安抚那个签证官 说你不要慌 毕了业之后 我一定会回到我的祖国 不会赖在你们那里 我照猫画虎 我也是这么做的 Don't worry I will come back to my country 签证官看了我的专业之后 哈哈大笑 说of course you will You definitely will come back to your country See you in two years 好吧 我的little brother 所以每天从万蓝状态还是可以 美国的治安也进一步加深了我温顺千和的品格 我那会出门一定要带上20美金 因为我就怕有人劫我 然后我支支吾吾掏不出钱来 显得自己很没有礼貌的样子 我那会儿在脑海中 没事我就幻想 我想有人劫我 我该如何第一时间把钱给出去 礼貌的应对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 来自东方的温暖 就有时候你想的太多呢 真到被劫的时候 你竟然都有点兴奋 我是在加油站被劫的 我远远看那个大哥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我说终于来了 我的哥哥 大哥说的一切 我在脑海中已经幻想过一万次了 Give me your money Do you understand? 我都不等他话音落地 我叫Yes, I do! Of course I do! 那叫一个彬彬有礼 对答如流 I have twenty dollars Here you go! And have a nice day 大哥接过钱 人都僵直了 以为自己光玩马呢 支支吾吾也说不出个话来 仿佛英文是我的母语 而不是他的 最后勉强给我挤出来两个单词 You two 我那会儿我发现 我跟美国同学也玩不到一起 他们都很彪悍 玩的都是极限运动 比如跳伞 他们看到跳伞 想到的是美好刺激的一面 我看到跳伞 想到的是那个伞打不开的一面 我美国同学还安抚我 说跳伞科学统计过 出事的概率大概就是十万分之一 但我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我老觉得概率低不要紧 只要你重复的次数足够多 那么早晚有一天 所以有时候我看着前面的人 一个一个蹦下去都没事 我忍不住想会不会到了我这 我跟我同学路过一个跳伞基地 那个教练还劝我 他说我们这儿每年接待三万人 开了三年多 一次事故都没有 我就在那算呢 我说每年三万人 开了三年多 我说这不就是等我的吗 回国后 其实我也特别苦恼自己的胆小和怯懦 但是最近阴差阳错 我竟然发现了怯懦的力量 上个月我走在一个北京的胡同里 后面是一个大娘 骑着车就按铃催我 我也没听见 她就骂上了 她说听不见铃啊 你没长耳的呀 你往旁边让让啊 我扭过身 我发现大娘 已经做好那种 俺娘的姿态 准备开始战斗了 没有想到 遇到了我这么一个软骨头 我咔就一鞠躬 我说大娘 真的对不起您 是我没有走好 耽误您的时间了 我就应该走在马路的旁边 有时候 就 人就是这样 就是你屈服的 过于迅猛有力 反正让对方 都开始质疑 自己的人性 大娘满脸都是 说多么好的小伙子呀 我刚刚做了什么 我干嘛要催他呀 说What did I do 大娘沉淫了许久 才缓缓开口 说小伙子 大娘不是人 年轻人 年轻人就按自己的节奏走 大娘给你开路 谢谢大家 是童默兰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默兰 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大家好 我叫张浩哲 我是今年的新人 但其实我讲脱口秀 也两年了 也演过挺多出了 就本来啊 我以为我能够自如地 应对各种各样的观众了 但前两天 我就在台上我正常演出 我跟下面的观众 我正常聊天 我说大家能猜猜 我这些人做什么的吗 小伙大哥说李逵 他彻底把我击碎了 就现在再有人问我 你脱口秀风格是什么风 我就说是黑旋风 就还有人更过分 有人说我长得像 发了福的兵马俑 说我这个形象 在西安就是 宝藏男孩 我说别蒙我 那明明是陪葬男孩 我现在一米九 二百四十斤 你们也没什么好羡慕的啊 但最近真的发生几件事 让我认证考虑 我要开始减肥了 就第一件事 就前两天我在公司坐电梯 我走进去 电梯抄载了 这没什么 这我用习惯了 因为我一般都是压垮电梯的 最后一个骆驼 但问题是 我刚退出来 另外两个女生立马钻了进去 电梯她又不抄载了 这个我真的绷不住了 我说 我都胖成这样了吗 都让电梯外的一个人 看到我突然之后突然觉得 好像我可以 然后我都胖成这样了吗 都让电梯外的两个人 看到我突然之后 同时觉得 哎 好像我们可以 不过很快我就释怀了 就如果用我一个 帮助他们两个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 这其实也是一种道德 但是我忘了 我所在的是一家喜剧公司 电梯里的人快笑疯了 知道吧 里边还有个脱口秀演员 真幽默呀 就像那个臭小卑植 我在那喊 还有人吗 我觉得他再上一个 第二件事 前两天我跟朋友出去玩 确定有很多休闲项目嘛 其实我骑马 我跟他去了 当时到马场的时候 就有几个小孩子在骑 我就问那个前台 成人能不能骑 这个前台你 能骑就说能骑 不能骑就说不能骑 他看了我眼对我说 先生你多沉 我说二百四 他说先生稍等 然后拿出对讲机 对后面说 来 把那一批请出来 我说没必要吧 那个驾驶我还以为他们要请出一匹河马 没有那个教练从后面牵出一匹进口的汗血宝马 那匹马贼漂亮 趾高气昂地出来 走到我面前 当时就蔫了 他不自信了 他在自我怀疑 能不能配得上这个兵马俑 哇 这么顶的是他 对啊 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这匹马 就因为我 我往他身上爬的时候啊 就这匹马 就这匹马扎了个马步 我的朋友也在旁边嘲讽我 说张浩哲 这匹马让你骑的后背都凹下去了 你要不干脆直接去骑骆驼吧 他有所不知啊 我去过新疆 我骑过骆驼 哼 笑死根本塞不进去 站住 第三件事 前两天我痛风犯了 就一觉醒来脚踝肿了 很疼 疼得根本下不来床 就没办法就叫了个120 就很快120就来了嘛 来了四个身强力壮男医生 这四个人你 能去医院就说能去 不能去就说不能去 他们四个用意中 我很熟悉的眼神 看了我一眼 对我说小伙子 我说240 不是我吹上一次汗血绑马 让我骑的腰扭了 但是120嘛 该救人还是要救人的 但是我分明感觉到他们很吃力 因为我看到其中有个医生啊 有一个准备动作就是 就相信大家也没什么叫120的经验 就我那也是第一次 我之前也不知道 120台人是要喊劳动耗子的 而且很不幸 我家住六楼 他们四个每下一层 刀疤放在地上歇一会儿 就下到第二层的时候 有个大夫实在憋不住了 就问我 小伙子是真的完全没法走吗 还不拍吗 我的腰好像也扭到了 我说哎呀 我要不给120 叫个120吧 不过现在我觉得 就减不减肥无所谓的 因为脱口秀这玩意儿啊 好笑就行了 对吧 跟体重没关系 我就不信这个节目 会有人来过来问我 我有多沉 结果这时候服装老师 就走过来对我说 小伙子 我说哎呀呀呀 这我好帅啦 放心啦我张老哲 好啊 好啊 这么突然 突然速成 恭喜张老哲 在最后时刻 获得了四分晋级 大家好 我是赵老哲 阿姨 他投手秀去年是火了 你们能想象到吗 就连我这种 去年 都能和邓伦同胎 冷静一点 我刚开始觉得没有什么的啊 不过就是一个男明星嘛 对吧 我呢只要做好我的工作 那天可穿一个主持 问他几个问题 讲几个段子 我一定要让他见识见识 幽默女孩的魅力 但我没想到啊 他太帅了 他一上台我就意识到完了 在美貌面前 幽默一文不止 而且人家这个人很有礼貌 你问他问题 他会看着你的眼睛回答你 我当时就觉得 我 他对我是认真的 那天是个直播啊 我妈也看了 连我妈都看出来 邓伦看上我了 开心坏了 就把那个视频转发给我爸 那个视频的封面呢 就是我跟邓伦的一个合影 我爸根本就没有点开 因为他直接秒回了一句 女儿喜欢就好 我没有什么意见 爸爸 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人家粉丝有意见呀 当时就发消息给我 说 什么垃圾主持人 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丑八怪 还敢给哥哥递话筒 收给你打断 其实我自己也追星啊 所以我很能理解他们那种心情 但我还是有一点难过 我回去广州以后 就跟我同事抱怨 我说哎呀 他们说我是个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丑八怪 我同事气坏了 他说哈 雷普通发还不好啊 你们发现了吗 我今年非常放松 都已经敢开始议论男明星了 那帮人还想着挑战我呢 天真 他们都不知道啊 我今年呀 在我那个汽车公司的市场部工作 工作内容非常简单 就是当甲方 手上的项目呢也不多 最近在谈的就是透球大会的赞助 早讲啊姐姐我的心 顺利的话啊 我打算在那儿挂我们公司的logo 好 原来在那儿给我自己加个座 对吧 好 好 可以 可以 还打算挑战我 哎呀 赶紧想想怎么在段子里给我加广告吧 我这个甲方的要求很低的 可以硬广 但一定要硬的自然 可以吐槽我 但是要 明扁暗保 哎 到时候就站一排 啊 挨个给我讲一遍 我就看着 我就不笑 我都想要怎么点评他们了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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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就是这仨词 学会你就可以当甲方 这三个词 可你让你什么都不懂 就否定乙方的全部 对吧 而且我以前就觉得甲方好像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当了甲方以后想通了 就是想要恶心你 我觉得我还参加什么突围塞 我觉得那个座应该是给我留的吧 应该直接保送的吧 我都这样了 哎呀 但是我怕李丹劝我 说 小灰老师 还得麻烦你来走个过场 要不我们这个黑幕不好安排 我说行 那我开个车上来讲五分钟广告差不多了吧 哎 他说你不讲段子 我怎么拍灯呀 我说小李呀 不拍灯没关系呀 我就撤资呗 话说成这样我一定要赞助了 你知道我每天给我领导发消息 我说赞助的事不能再拖了 再拖我这总冠军都要给你拖黄了 他说不至于吧 咱们谈个赞助 又不是谈收购 再等等 我说等啥呀 你等我淘汰了 去保送你喜欢的王建国吗 啊 让他带着我谈的赞助 站在我出资的舞台上 拿着属于我的内定冠军 完了还要在工作群里at我 请大家积极转发建国夺冠时刻 啥呀 我觉得我等不起了啊 就这几年我对公司可以说是兢兢业业 公司对我真就像白嫖 哎呀 把我掉了什么市场步 一开会就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呀 领导说对 你有意见也不跟我们说 你都上外面说去 哎领导 我建议你不要挑衅一个信任你的女人啊 现在我跟你说我有啥意见 我觉得买车就要买绿原液冷电动车 续航百公里品质保六年 哎 反正话我都放出去了啊 你要是不想当赞助商 我就加入赞助商 绿原电动车 你等着收我的简历吧 笑得让小慧 笑得让小慧 哦 两灯 让小慧听多吉少 哦 哦 哦 啊 这个小慧老师获得了两灯啊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勒索脱口销 就是一直带一个威胁的口吻 然后再开玩笑 我就是觉得中间的精彩程度 没有到我开始抛屏对不对 然后 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个形式 我第一回见很很开心啊 我看过小慧过去的这个表演 但是主要是以一个这个 30年媒体从业者的经验 对于甲方的态度特别的熟悉 然后我觉得他真的唯妙唯小 啊 特棒 谢谢 谢谢 一位演员 大家好 我是杭哥 大家好 虽然呢 这是一个比赛 但是我每次看到大家笑得特别开心 我真的觉得这份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我就是这么跟我家人解释我工作性质的 我说明白了吗 我家人明白明白了啊 开心 有意义啊 就没啥用呗是吧 这就是他们评判你工作的标准 就看你工作有没有用 啥意思啊 就看你这工作呀 能让多少亲戚朋友借到官 这个叫有用 所以按照这个标准 到目前为止 我家工作最好的是我三姨 她呢是在食堂工作的啊 就这么说吧 打我记事起啊 我们家就没开过火啊 吃的都是我三姨从他们食堂 拿回来的东西 也不是硬拿 做太多 扔了 剩下扔了多浪费啊 对吧 我三姨是秉着不能浪费食物的心情 就往家拿嘛 有时一趟拿不完 那就分两趟啊 我们家分完之后 给我老舅 我二姨分 我老舅二姨分完之后 给我老姑二大爷分 我老姑二大爷分完之后 给谁分位 记不太清了 反正这么说吧 就但凡他们食堂东西有点啥问题 那对于我们整个家族来讲 那都是灭门的风险啊 在我们家 吵架 词都不一样 我妈跟我再生气 她再生气 她也从来不说 白痒你这么大 从来不说直话 但我生气我就敢说 那我吃你一厘米了嘛 东北人的家族意识是很强的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就是像我家人 你家族意识强 相比之下 你与人相处的边界意识 就比较薄弱 我家人就不行 尤其是我妈 就东北大妈那劲儿 你知道吧 就说好听的是热情 但热情是啥 热情是邻里之间创个门 我妈是把两架墙给凿通了 你知道吗 她坐飞机 她就能直接问人空姐 诶 那姨问你啊 你这来回飞的 那有时间找对象吗 我说妈 你凿墙就算了 你咋还凿人逞中墙 我妈不愿意的 那问问咋了 老痴吧 那你一月赚多少钱呢 没有吧 空姐真的很专业 很专业 但也能看出来 她是在敷衍我妈 没多少钱 就一万多块钱吧 然后我妈安慰人家 一万多块钱 行啊 你这还摆坐飞机呢 对 就是 东北人骨子里是有那种豪爽劲 对不对 那从喝酒上就能看出来 对不对 东北人喜欢喝酒 因为冬天冷 喝酒暖身子 那边有着习惯 我属于家教很严的那种 所以从小我爸就教育我 酒一定要喝完 我呀 是来上海这边我才知道 啤酒是可以一小口 一小口喝的 你知道在我家那边怎么喝啤酒吗 啊 跟变魔术似的 满杯 这些元素太登位了 还有点五酒精酒的 五酒精酒 我这吓坏了 酒店抢了 还有这系列啊 五酒精酒系列 我一时间无法接受 我这还有王法不了啊 所以在上海喝酒 真的是毫无压力 毫无压力 如果你不想喝 你就直接说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得早点走 然后在场的人 就真的不再劝这个人喝酒了 你知道这个事情 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 他有多难以置信吗 他就无意于打劫 那我没带钱呢 那不好意思啊 这挺好的 难以置信 因为在我们东北吧 也有这种情况 就来着就不好意思 今天我得早点走啊 那快点喝吧 喝到最后你吃了 你今天不可能早点走了 对吧 你今生倒是可以早点走啊 东北人喜欢劝酒 有这恶习 咱不提倡说这现象啊 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就在东北啊 这劝酒说那话的多狠的多厉害啊 真不是真不是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 在东北最高境界的一句劝酒话 是非常简单的一句啊 就是你是不是不能喝了 就这么一句话 眼神啊 要威逼 整个语气当中 要有一种挑衅感啊 就你 是不是不能喝了啊 这句话力量 各位 太强大 太强大 没有哪个东北人 受了这句话刺激 就东北人听完这句话 直接就炸了 咱就不说东北人 就长在东北的玉米 听完这句话 直接炸成爆米花 我跟你说啊 这句话力量真的太强大了 但是这边人不懂这层含义嘛 他们不懂这样 那天我也是喝嗨了 我就问 我说那你是不是就不能喝了 哎呀 早就不能喝了 你怎么才问我 谢谢大家 是安哥 炎酒需时亮 黑酒需时亮 这套段 大家的围攻之下 就肯定简单了 好 恭喜 杭哥获得两灯 谢谢老师 谢谢 杭哥最后的说得很好啊 理性炎酒啊 理性炎酒 炎酒需时亮啊 那么我们就废话少说 进入抢卖环节 3 大家好 我是 我叫朱大强 妈呀 等到了这个车轮战 太恐怖了 我一个女的 跟7个男的 正一个名额 怎么说呢 跟我们的社会现实 非常的相像 我现在在那个 我还在上学啊 我在昆明上学 然后 我来之前 我给自己想了一些人设标签嘛 我一开始想了一个人设 就是女大学生 后来我老感觉这个词 它不太吉利的 因为吧 这四个字后面 就总觉得它后面 好像得发生点什么社会新闻 就比如说 昆明一女大学生 深夜出门 独自一人讲脱口秀 笑死 有点不吉利的是吧 然后主要是因为 我有时候真的晚上 晚上演出完回家 然后真的太晚了 然后爸妈就很不放心嘛 他们就希望就是 能有一个男孩 能送我回家 这样就比较安全 真的很合理很合理 虽然说 我走夜路哈 就是怕遇到男的 会不安全 但是呢 我只要找一个男孩送 安全感 立马就有了 这个吧 就像那个唐僧 他去取经的路上 他就是怕遇到妖怪 所以找了几个妖怪送他 然后我当时 我当时也想通了一个问题 就是家里面有老人去世的时候 为什么会需要有一个男孩送呢 就是也是为了安全起见呀 就不管是夜路还是黄泉路 有个男的送 总是要安全一点的 反正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嘛 我真的真的 从小到大我真的都特别羡慕男孩子 因为我觉得男孩子他们就是 又能送女孩回家 还能送老人先世 就很好的 而且你看 今天还有这么多男孩 等一下可以送走我 就 真的 把妈听了都要觉得很安全呢 然后就是我这次上节目嘛 这次上节目感觉就是 面对一个很大的曝光量 其实我就是想抓紧机会 赶紧找一个男孩 然后让他以后能够送我 然后呢 我也能通过声誉 让他百年之后有人送 就前段时间 我有一个直男朋友 他给我送了一个那种黑色马克杯 然后呢 他跟我说这个杯子有惊喜 然后像所有直男一样叮嘱我 要多喝热水 后来我那个杯子喝热水的瞬间呢 就是奇迹出现了 因为随着热水的注入 那个黑色马克杯上 渐渐出现了他的脸 我当时想天哪 这是什么脏东西啊 就我感觉 我喝的根本不是热水 是他脑子里的水 他送我的也不是一个水杯 而是一个小小的墓碑 我在这头 他在杯里头 后来老感觉 他那个杯子上的头像印的 不是很完整 就缺一行字 缺一个小括号 下面写1998-2021 因为他通过这个杯子 永远地活在了我的心中 谢谢大家 我是朱大强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好的 很好的 很好的 很好的东西啊 很想要带入 带入不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明年再见 好的 明年见 它还是一个很不太成熟的作品 但我觉得就是 这个东西就是我现在想讲的东西 只是说 我还没有那个技巧 去把它处理得更好 慢慢来吧 我们也在期待着新的奇迹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演员 哈喽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德发 我在北京讲过最尴尬的一场 我讲着讲着 一个七岁的小朋友站起来跑了 我说谁是他的家长 要不要去看一下 他妈妈说 没事你说你的吧 他就是觉得有点尴尬 还没完 我当时还愣在那儿 小孩一回头 妈妈 甭跟他废话 我来上海有一段时间 我发现上海跟北京有明显的不一样 从什么地方能看出来 大家好 我是霍兰 听点有文化的脱口销 我从来都没觉得我有文化 至少是进脱口圈圈之前 我没觉得我有文化 今天我想聊消费 真的讲一个真事 我的朋友王建国 王建国 不爱车 不爱表 甚至不爱消费 最近上网被卖菜刀都顶上了 喜欢上了买菜刀跟磨菜刀 他前两天跟我说 他后来我昨天磨了一宿的菜刀 后来发现磨反了 我说你是磨成贱了吗 他说我就是喜欢磨 我说是磨得磨磨像博羊吗 实话实说我还不如他呢 我自己最近爱上了买NBA球星卡 就是你不理解是吧 很简单 就是一个纸片上面画点人 我周围朋友也不懂 你们可能想不到最贵的那种卡片 一张签名的卡片 好几百万美元 但我买的都最便宜 其实我不懂 为啥一个签名能卖这么贵 二手网站上面有卖我签名照的 37块7 总50块钱降下来的 50块钱我还收藏了一些 然后呢二手网站动不动 星辰中国发那个链接 你关注的宝贝又降价了 球星卡不是球星卡对吧 那是青春很简单 就是钻石 钻石为什么那么贵 它是爱情 钻石象征爱情已经很荒谬了 现在不提品牌名字 现在有的品牌打的广告是一生只能买一次 买这个钻石需要登记身份证 我开始不知道 我说登记身份证这是怕我沉迷吗 不管怎么说 对吧 消费主义你该买还得买 对吧 这个对男生说 你该买还得买 你不能跟女朋友说 哎呀我跟你讲 那个钻石跟煤本质上都是碳 女朋友说 那你跟王毅不是还都是人呢 其实一样商家其实就是把一块钱的商品 付于两块钱的意义 然后三块钱卖给你 我们脱口秀也是嘛 我们不值钱 但是快乐很贵啊 所以说票就很贵嘛 所以现在有观众抢不到票 就会说那种非常伤人的话 忽然两年前在上海两块三毛三随便看 我是说了脱口秀之后很久 才接受了看我需要花钱的这件事 我直接摆领程序员你随便看 再上一次看我需要花钱 还是我满月的时候 从我们现在掏出钱方法太多了 那商家无所不用其极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个书店 书店现在都已经开始出书的盲盒了 那一刻我都已经惊了 真的我惊了 我说知识能这么学吗 学啥知识看命啊 命运改变知识啊 我现在就是不敢好任何的东西 爱好太费钱了 很简单 就是你当你清楚了一个东西好坏之后 你就总想整点那个好的 什么摄影穷三代为啥 就是一起出去摄影 人家掏出个单伞 咔咔咔咔在那拍 你拿出个手机在那 他不像话 我之前看过潜水 我想潜水好玩 让我玩潜水 我看了一些潜水装备的价格 我觉得人类就应该生活在陆地上 后来他说还有更可怕的 他说现在有潜水摄影 我说这得穷多少代 有爱好不可怕的吧 可怕的是喜欢坚持 因为贵在坚持 我带着我兄弟王建国的遗志 我自己我最近这一年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直播买东西 我在抵抗了一阵子消费主义之后 我也投降打不过就加入嘛 我看李佳琪我之前看说姐妹们 她说姐妹们 我感觉就是她是不是歧视我 但后来一看东西这么便宜 我觉得她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现在她在说姐妹们 我说我在呢 我觉得现在直播真的就是经济学奇迹 你知道吗 就是很难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顾客和商家都觉得自己赚了 你说不对啊有赚有亏啊 你问她们说那谁亏的呢 她说没看直播的那些人亏了 我自己想想我跟消费主义的关系 很简单八个字 深受其害但乐在其中 没法劝大家买还是不买 理性理性就好 好吧 谢谢大家 来 我说买来 三 二 一 请 投票 哇塞 蓝姐好棒啊 蓝姐 蓝姐好厉害啊 我觉得这一段所谓这个封神 我觉得这一段可以封 买来一直就是我们之间就已经 因为投票大会已经成哥们了 而且刚才我觉得看的我不仅是高开心 我看的叹为观止的 嗯 因为我觉得我观点上 哇好厉害 你都怎么想着 酷 很多人心里话 因为就买那个卡片 他们周围人是不理解 你这样干嘛 你是 然后呢你居然把这个世界说的 让我们每个人乐的时候 就感觉我们怎么做眼 然后就是 就是你们 就这种脱口笑的时候 简直是太酷的脱口笑了 就是每个人都在乐 然后大家 每个人乐的不是你 而在笑他自己 然后就这种 这种脱口笑 我觉得哦 又是一种 然后我觉得 厉害厉害厉害 我觉得很棒啊 你最大的消费爱好 你没说呀 最花钱的地方 这不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吗 我跟忽然 每天会在三点以后 交流一下 今天股市上的得失 太费钱了 没有什么得失 就是交流一下 我感觉 互相安慰一波 每天互相安慰一下 这两天已经就是 被忽然带着炒股以后 我已经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就是工作的意义 就是补仓 如果 你不工作的话 拿什么补仓呢 对吧 你这么一想 你就什么都有动力了 但大家一定要谨慎慎重 忽然所以他的表演 我听的时候 我的感受是很奇怪的 他每次都会劝大家 理性消费 理性消费 但他消费是什么样 我是见过的 经常就是 我还 我还没起床呢 就一声 补仓冲 你知道 起来了快 又跌了 又跌了 现在能说快重 然后第二天就跌了 那是裤衩都没了 好 我们恭喜互来 好嘞 获得了20票 请唐破纳来到舞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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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